刚才岑委长把我们会所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和我们今后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方向 给广大的会员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 那么这个我想总结一句 就未来我们有一个主题 我们之前的活动有一个主题叫 把爱带回家欢迎回家 这个是永远是我们江浙上海联议会 要秉承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主题 好了那么就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不光请来了我们广大的那个女同胞 我们也请来了我们江浙联议会啊 前几人的那个会长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江浙上海联议会的第二任的会长 王伟良王会长 这位是我们的创始会的那个曹宏杰副会长 还有我们之前的新西亚新西亚会长 这些都是为我们的会所工作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努力 这位是杜琪生理事杜朗 我第一次是女华理事杜朗 这些都是为我们联议会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那么所以现在我有请我们王会长跟我们简单的说两句话 简单的讲两句话 简单的讲两句话 讲三个话 谢谢这个上海同胞会啊 有这个常委长 搞得很好很好 反正我都不上来了 我看到贝比特讲他都是做得很好很好 所以我这次是杜琪生理事杜朗 他出了很大的力 也出了很大 世界拿了很多钱出来 把这个位所叫的相当 相当 我也给他干净他 就是这么报道为远 想象到我们那是很苦很苦的 那也不用讲了 哈哈哈哈 所以 这 以后这个上海同胞会也觉得以后更尴尬好 啊 我觉得很尴尬好 有这个我们常委长 人导自下一定好的 好不好 谢谢 请我们 常委兼常委长 简单的说两句话 大家都知道三十几年 这个是不容易 对吧 我们当年只是生出了个baby 在座的大家就知道 生出了个baby 今年长到三十几岁 那是离不开一届又一届的会长和会员和理事们的共同扶持和关心 否则走不到这三十多年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感谢历居的会长理事 还有我们现在的现任的理事会会长 陈会长 谢谢大家 我们相信刚刚才陈会长已经讲了 因为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很多的困难 对不对 无论是财务上的还是外面形势上的 因为疫情来了谁也不知道 一下三年得耽误了 对不对 那么这么三年我们都克服过来了 后续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欢迎大家经常来了 欢迎回家 好就这样谢谢 那么我们下面呢 有请我们的江泽上海联谊会的 我们顾问团的顾问代表曲子老师 为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啊 谢谢大家 首先呢 祝这个母亲节 江泽联谊会 非常高兴的母亲节到来了 刚才听了这个陈会长介绍江泽联谊会的情况 我深受感动 作为普通的议员呢 我觉得做的事情太少 心中有愧 心中有愧 那么我知道陈会长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小品 但是由于疫情问题呢 没有得意演出 但是在拍摄这个小品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啊 陈会长啊 自己出钱 啊 这个遇到会所困难的时候 自己解决 啊 就是这样一位领导 而且在所有的工作 接触啊 这个当中的话呢 我能深深感觉到 他的两股荣幸 啊 所以我为江泽联谊会 有这样一位好领导 感到荣幸 啊 其次呢就是 呃 江泽联谊会这个大家庭啊 非常让人感动啊 每一个来到这里 活动的人呢 都洋溢着内心里面的 啊 一种欢乐 啊 我非常感动啊 所以今天呢 借着母亲节 啊 这个 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时刻 那么 我呢 是一个 文艺爱好者啊 就好写点儿这么东西啊 啊 那么我写了一首诗啊 念给大家听一下啊 这么好的日子都能没有诗啊 啊 是这样啊 母亲节有感啊 采云追月 取悠扬 母亲在上 节龙年 拱手感念 养育恩 白转有梦 愿千万 欢乐时光 谁给予 今日欢聚 做答案 海外炎黄 乐净土 心花更比 百花眼 谢谢大家 谢谢曲直老师的心声 我们也听到了他优美的诗集 所以呢 请曲直老师到时候把那个诗啊 留给我们 哇 谢谢啊 所以从精简上 快来看 咱们江泽上海联谊会呢 标准是什么 人才积极 各行各业的 都有 不乏优秀的 下面呢 有请我们监视会的代表 我们又是我们何长德的团长 崔老师 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会员 帮我们讲几句话 今天是母亲节 首先想在座的 母亲们妈妈们问好 因为我也想起我的妈妈了 妈妈已经走了十二年了 从下在妈妈的关案下 我主张的成长 所以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妈妈 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另外呢 我到江泽民运会已经有差不多十四个年车了 这也是在一个家 我们在异国他乡 有那么一个温暖的家 都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很愉快的 很团队的在这个大家庭的里面 愉快的互动 那么新年纪理事会呢 陈会长当局的里面的会长 带领我们大家 一起那个愉快的 在这里唱歌跳舞 新春那个 我们合唱团 成立已经快十一年了 是成立于 一九二零一三年九十六号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二个人 老的一批队员 像杨博老师、荣云老师都在这里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车的人员 有差不多一百六十人 那么经常能够活动的 有四十个人到九十个人 所以呢 我们每次活动 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四 有十一月星期两次 有十个星期一次 渡到这里来的话 感觉是回到家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 江志尚爱联议会 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家 是我们在伊波他乡 认识那么多的朋友 你像我们合唱团 我 从一开始登记到现在 我们来自全国 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 都会相当特别行政区的 就是 所以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大象庭里面 感到温暖 感到苦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崔老师 那个杜先生 你有没有想说一些 你的心里话 没有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老会员 呃 那你先等一下吧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 新西亚会长 先跟我们讲两句 谢谢大家 今天没有扫表 没有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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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商量过 我就想把呃 我们要介绍一个家这个 的意思表达出来 没想到这里的感觉 你看欢迎回家 让爱带回家 有妈妈的地方 有母亲带的地方都是家 到处都是感觉 一个家的感觉 那刚刚呢 陈会长讲了那个 呃 联姻会那么多年来 那么不容易 其实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几次都面临 怪不 我们几次 陈会长 已经说过几次了不起 关掉了 我们不要这个会所了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每个人的车库里放了一点 大家拜拜 撑不下去了 所以每次看见 那么搞活动 那么的人 多人坐在那里 大家不知道 在后面的艰难 真的是不容易的 那 我在联益会也做了 从不是理事 就是来参加活动 到一路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二十六年吧 我预想到 二零一五年 因为是一六年的春节嘛 那二零一五年 就要策划了嘛 年底策划 那个春节活动 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家 什么都没有 是在我家 我们叫了几个 是到我家来 坐在我家的房子 插发上 在餐桌边 就商量策划 搞那个春节的活动 照片我到现在还有 我们就在那个协和教会 就像那个 陈会长刚才说的 我们 了不起就是搞不好都租个场地 那么到处就是那么过来的 协和教会 举办了一个春节晚的联欢会 那么一路走来 后来 2017年开始呢 申请到casino了 后来呢 那我又申请到ceva的那个项目了 那么一路过来 从那个荣城搬到这里来 地方大了 那活动也多了 人也多了 所以 我听说 因为这个具体 占我们在管 我听说呢 大家有些搞活动 相对别的机构来说 他们是免费的 这里有些活动 一块钱 一块钱 心态不肥呢 也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 陈会长刚刚说到了 以后每个月要多一千家 我等下来说 我们家里要多一千两百块钱 一千两百块钱 每个人搞一个活动 一块钱的话 一个月要多少的活动人次才能凑买这点房租 也就是说现在呢 其实压力挺大的 说实在是压力挺大的 要能够把这个加持住 真的不容易 所以那我 陈会长跟我说 要说些什么话 我就是本来就这样想 今天的感情更深 这个加不容易 我们大家要不要住个家 要人家 大家爱这个家 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建设 团结好 而不要搞分裂 有话好好说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一定不辜负我们新西亚会长 给我们的注册 下面有请我们的好邻居 我们的马会长 给我们说两句 谢谢马会长 好 首先呢 我祝贺 在座的母亲 在座的妈妈 节日快乐 同时也祝福音的老人 身体健康 刚才听到这个陈会长 介绍了一下 江浙上海联谊会的大致情况 每个社团呢 走下来的确不容易 的确不容易 而且这些领导呢 都付出了 付出了很大的兴趣 那么作为中医药协会 和这个江浙上海联谊会 两个社团呢 两个社团呢 是友好社团 也是很好的邻居 所以我们相处之间 都比较默契 也是能支持的 就支持 能帮助的 就帮助 江浙上海联谊会 这多少年呢 在华人社区 尤其在卡城华人社区呢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扬中国文化方面呢 的确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中医药协会呢 也是在发扬 中国的中国文化 这个形式不同 但是目的都是相同的 把华人 尤其是从 来加拿大的这些老人 能给他们一个家的感觉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也希望 今后呢 这个不论这个道路 怎么难走 也希望 这个江浙演艺会呢 能红红火火 能把这个社团搞好 搞好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祝福地 祝愿呢 所有会员 能 能紧紧地团结在这个 张智商和联谊会 理事会的这个周围 能把这个社团搞定 更上一层楼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吧 回答 最后呢 我们请我们的老会员 我们的赵仁生 赵老师 从他的 讲一些他的一些心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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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多好 用母亲的地方 总是讲 今天咱们是 妈妈们 为大的母亲 最好的节日 祝福一般 快乐 欢迎上海谈议会 对这次活动 情形策划了 非常时间 和兴趣消除 和同学的节目 最后 见证了这十几天 我来到这儿 就是咱们 谈议会 越办越好 越办越丰富 所以希望以后 大家 积极参加 咱们谈议会的活动 和兴趣消除的活动 祝福 在座的各位 今天的节日 就是为了你们 祝福你们 幸福 美满 快乐 刚才呢 我们的曹会长 挺有意思的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 为什么发言的 都是男同胞呢 是吧 那么我跟曹会长讲 我说不是的 因为那些漂亮的妈妈呢 等一下呢 要给大家来表演 好多节目 所以呢 现在让他们先多休息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呃 我们就要准备吃了 大家很关心 今天我们吃一点啥 那么所以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呃 等一下点到名字 再做的话呢 可以举一下手 或者是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介绍他们呢 因为他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餐会呢 精心准备做了好多菜 我看到的我就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 谢谢我们的东西老师 帮我们做了好多点心 谢谢东西老师了 啊 还有啊 谢谢呢 我们潘老师 潘家平呢 和他的爱人 对吧 那个 但是呢 秦老师呢 比较害羞 躲在里面 他长得都不肯出来 跟大家见面 对吧 啊 又出来了是吧 哎哎哎 又 又跑到里面 居然啊 他比较好 拿我一起 因为他做的卤蛋呢 非常好吃 所以听说我们搞活动 他知道会有 他说 我来做卤蛋 这次我们做了150个卤蛋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和唱团的金来老师 他呢 帮我们卤鸡腿 又做那个 那个 拌凉菜 但是呢 他身体不舒服 自己呢 还坚持 办完以后呢 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 请假了 所以呢 虽然人不在这里 但是我们同样 感谢他 那么还有呢 我们呢 跟 之前跟曹会长 一起搭档的 我们陈璐副会长 现在是我们的财务 那么 陈璐啊 哎 在哪里陈璐啊 在这里陈璐 来来来来 陈璐 他呢 把我们准备了 一大盘的口水机 希望大家吃好以后 不要流口水啊 这个我要说一说 他给我机会了 我必须要涂涂补水 我从来没做这么大量的 我买了10.5公斤的鸡 你们知道那个Costcom的一包一包 那叫Chicken Fights Chicken Fights啊 中间就温热骨头 其他都是肉 特别好 所以呢 我买了三大包 那加起来呢 是10.5公斤啊 我昨天加了一下 我说天哪 我总总做了五个小时 每样东西都量 特别的大 都是我以前能想象的 哎呀 我说我这开石膀外 还是怎么样 做了五个小时 我说鸡 你先要出血水 然后再要煮 然后还要鸡 然后还要切 然后还要做那个酱 还要泼油泼辣子 还要切葱 蒜 蒜剥了一大股 哎呀 我不敢讲 我现在都哄他了 以后你会出钱啊 不好意思啊 我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希望你们吃得开心 谢谢 谢谢我们的程度啊 还有呢 我要感谢呢 我们的许会坚老师 许会坚老师也躲起来了 不肯出来 为什么我要感谢他呢 因为陈会长跟许会坚 烧了一锅 我们上海人比较爱吃的 笋干烧肉 但是呢 可能大家吃的份量 不会有很多 因为准备了好多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为什么 一定要感谢许会坚老师呢 许会坚老师呢 在那个乳鲁上面 要拔毛 他拔的眼睛 跟我讲 都已经拔花了 在拔猪毛 是吧 所以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谢谢 我们的许会坚老师 和我们的陈会长 因为好玩吧 我再讲一讲 在4月20号 开始进省干 4月20号 今天是5月20号 进省干 每天早上起来换水 晚上回去换水 早上起来换水 天天要换水 不能让他出问题 因为省干慢慢跑道 慢慢跑道 慢慢跑道 然后再把它逐一逐一看 离我们开饭时间 还有一个 怎么办呢 把它冰冻 冰冻以后 我今天是12号 11号 4号 9号 9号 前张师傅林先生 到七星百 在到什么地方 叫做美肉 美肉 十棒 十一棒 十大 十大美肉 然后小孩 开始接我 我给他做了一个视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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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侯涛在打个电话 他给你省干 烧了 你一定要躲 我去买了个大缸子 刚才是谁说 这和大家一样的 当然是他的 这么一个大缸子 昨天我先拎过来 放在冰箱里 今天就这样 把这个 烧了三天 把那个 这 全部进进去 吃到以后呢 就是我想应该是 汤是什么味道 这个省干礼 应该是什么 希望大家喜欢 可能 震到大家手提一点点了 谢谢